他應該是有炸過 醬很入味 他們的餐點是來真的 然後鮭魚他又給了四大片的 一片東鷹 其實他看起來好像很乾淨的一杯 但是他的味道好 有點辣味 然後又有一點番茄的鮮甜味在裡面 開始拍了嗎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同學下課了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志毅 大家都在台北 看一些台北的介紹美食啊 還有一些景點啊 想必大家已經看膩了吧 我們今天特別來到外景的高雄 我們今天特別來到了 我們跟高雄時尚大賞串流的店家呢 選了幾個店家 今天我們今天來到第一家叫做萬霸 然後我們就 Let's go 這個地方真的是 有什麼聞到一股 已經在煮了是不是 好香哦 這個地方其實真的蠻 古色古香的 剛剛說到了嘛 跟我們的高雄時尚大賞串流的一個店家 萬霸 今天特別來這邊吃吃看他的 台式古早味吧 這個豬豬的感覺也很那個 那我們已經來到了餐廳裡面了 也都已經上完菜了 我們現在是在他們的二樓 因為他們算是有一個 樓中籠的一個形式呢 然後我們在他們的二樓 算是一個比較合適的地方 伊斯堂鋪榻榻米 跟我們的李亨設計師一起 嗨大家好 我是李亨 我叫Mag 我是這次高雄時尚大賞 那個創新賞的得主 高賣補給 謝謝 很復古 可是餐點我覺得 很有私餘 我來吃一下那個菜 好像有 可是我發現他應該是有炸過 我怎麼 用不開 這個是辣炒群瓜 酸鹹肉 這魚 也炸得太酥脆了吧 那個冷氣可不可以 我太熱爆了 其實他也蠻豐盛喔 有 有我們湯 然後還有三個小菜 這個真的不開玩笑 真的很好吃 他的醬很入味 然後小菜 他不是那種一般的就是 清 就汆燙的那種 有點難吃的那種 你覺得你的創作的靈感是吧 其實因為這次的大主題是關於高雄 那風雨無助 然後 我一直在想說 到底我要做什麼 關於高雄的賭 那 後來我覺得 我來到台灣的時候 其實 我認識 蠻多長輩 然後很多長輩都跟我分享 高雄港怎樣 高雄港 以前的怎樣 所以你是來台灣就直接來高雄嗎 對對對 我再來高雄這邊讀書 然後才發現 原來 美軍是有駐高雄港 然後開始發了 很了解耶 就開始發現 越來越多有趣的故事出現 你的製作過程大概是怎麼樣 先是資料收集 然後就找 真的那個年代的照片 一直看著它 那後來就決定 我要做一個 住在高雄的一個年輕人 然後可能幫家裡養魚 然後可能住在 延城區 七線路旁邊 每天都可以看到就是 金劍 然後晚上又會看到 九八跟小姐 有一個角色去觸發到整個文化 對對對 很厲害的一個概念 然後再把它設立到衣服上面 很猛 而且其實你的那個 我記得它有個褲子是麻布袋 對那個飼料袋 我在後台看那個飼料袋 我反而覺得 我只好想說 這個飼料袋是真的嗎 結果 鏡頭上超好看的 那真的飼料袋 九瓶 不是九瓶 那個是 黑鬆氣水 哦 然後 也是洗眼鏡 對我角色 除了我剛剛講的定位 我也有夾 就台客台客元素 像廟會的文化 我覺得這個都是很台灣的特色東西 特別是南部 看到我觸骨頭 有很多優雅 沒有它骨頭是 就是 可以撕下去 因為它已經炸到爛掉 我覺得蠻好吃耶 很好吃 炸到爛掉老闆應該不想聽到啦 真的可以連骨頭一起吃很香耶 這是西北香 西北香 我聽說你有一個 自己的品牌對不對 哦 對對對 Daniel 今天身上穿的也是我 這套就是嗎 對 全套就是 我們品牌第一的衣服 哦 對對對 因為我們的衣服算是 中性 就是都 不管是身材怎樣都可以穿 像Daniel 他比較 健碩 可是我比較 熟 可是我們還是可以駕馭到 對啊 效果不一樣 我的品牌的衣服 對啊 就我們品牌比較是 可玩性比較高的衣服 哈囉 我們現在來到了第二家餐廳 我們的點咖啡 白色為主題的一家 咖啡廳 地理位置其實也不錯 它就在 三多杰一站附近 跟我這一身白色的服裝 也很搭對不對 那我們走吧 他們也是一個 寵物友善的 咖啡廳 欸怎麼拋醜了 跑去找攝影機 它還會撒嬌耶 好可愛 那我們就開始享用我們的 煙燻鮭魚鹹蛋天食冷沙麵吧 它上面就是一個 鮭魚 哇哦 它其實滿美的 一口鮭魚一口麵 它的味道是很清 清新的那種清香 有沒有想到這麼好吃耶 欸他們的餐點是來蒸的耶 我覺得你們兩個都可以吃一個 它有點酸酸甜甜的 然後很 非常非常的清爽 然後鮭魚它又 給了四大片的鮭魚片 是煙燻的嘛 比較飽滿的一個 味道在裡面 然後再去包覆整個麵 完美的一個 氣和完美的一個平衡 而且它的麵是那種 細麵 它可以更抓醬汁 我自己覺得 打卡餐廳就是不一樣 義大利麵都可以做粉紅色的 我的拿鐵 波波拿鐵 剛剛看到蠻特別的一個拿鐵 有加珍珠 黑糖拿鐵的感覺 甜甜的蠻好喝的 其實來這邊的人大部分都是點 它的蛋糕 還有它的千層蛋糕好像是 蠻有名 大家比較推薦的一道菜 但是我覺得它的主食呢 其實 真的毫不遜色 想來這邊喝個下午茶 跟朋友聊聊天 推薦推薦推薦 來到了我們今天的 最後一家 那現在其實看得出來 已經有點暗了嘛 剛剛說聲音 已經看得出來現在有點暗 所以我們這個時間呢 就是要來小酌一杯 聽說這家店 它是以一個 禁酒令時期 為主題 為發想的一家店 當時呢 他們的酒館 會設在可能是 某一個店鋪啊 或是店面的後面 要有一個通關的一個機制 這樣才不容易被吉他發現嘛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 進去這裡嗎 哇 它真的是 這是什麼 拼手檔的感覺嗎 有刀子 有金塊 它是有一種 搶寶圖的感覺吧 人家說機關會是 沒有聲音 我們店員很老 你覺得嗎 那其實這個菜單 它是 還蠻 蠻特別的一個菜單 它中 裡面的這個 調酒的部分啊 有一個小十字 對不對 它這邊 Number 都在這邊 哪一個 哪一款調酒 比較偏酸啊 比較偏甜 這也很 顯顯易懂的可以看到 它這邊有個Food Pairing 我們來一個 東櫻跟書炸花枝蝦捲的 一個set好了 其實放到後面它還有很多 哇 還有很多很多的選項 小酌一杯 或者是 想來這邊吃個正餐啊 跟朋友好好的聊天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我們東櫻跟書炸花枝的這個套餐呢 已經 白了 其實剛剛 花枝出來的時候就有一股很香 炸花枝的味道 剛剛有點了3D蘿蔔油 然後它 已經有點化開的感覺喔 有一股辣辣的味道 對 Tabasco的辣味 欸 Tabasco 這麼酷喔 有什麼酒的味道 其實可以從 我有看到它的 皮很明顯 非常非常的酥 真的非常非常的脆 外面是米線喔 它有豆皮是嗎 我剛剛吃到蠻多層的 是這個原因嗎 那這個醬是什麼 黑酸蛋黃醬 嗯 夾醬吃很不一樣 這個黑酸蛋黃醬其實有點 有點咖哩的味道 我懂為什麼它會是一個SET UP 因為其實花枝 如果你沒有配醬的話 它的味道其實是比較清淡的 而且比較爽口 再配這一個 中茵 其實它看起來好像很乾淨的一杯 但是它的味道好 有點辣味 然後又有點番茄的一個 鮮甜味在裡面 它搭配起來就會是一個很完美的融合 OK 大家好 我是志毅 來到高雄 怎麼可以不買一點 伯仰給回去呢 我們買了 來自 即時的地瓜酥 永興鳳茶 其實你們知道永興鳳茶 它是從高雄開始的 然後有名到我們在台北的微風 信義或者是其他的店家都有開 在東區 也是一個排隊名店不是嗎 那今天呢 我們吃了這三家餐廳 其實 他們都非常非常的好吃 而且有各自有各自的特色 文青們 憤青們 你們應該也都會很喜歡這個地方 高雄 下次一定要再來 那喝酒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 那我們剛剛其實有用UXIE叫了車 欸 車到了 YouTube Me Too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同學下課了 我們下次見 掰掰